雨桂又到了 其實很多人都會很關心水泊的問題 包括左波高調之後會不會跳 又或者我要換水泊 即是我要換直膠水泊 又或者好像我們這樣說 其實水泊最遲一年都要換一換它 怎麼換呢 是不是要給你換呢 只換可以了 這件事很簡單 我先將這個毛巾放在水泊下面 原因是什麼 稍後告訴你 水泊不是扣扣就扣到 其實它會卡住 那你就要有些技巧地按完扣 拉斜一點點 然後才打斜地把它扣出來 扣到的 那你現在放手就糟糕了 所以就毛巾 這個扣就不會直接打到玻璃 那我拿去換了 如果我當有新水泊回來 怎樣換呢 這個就簡單了 就真的又是好像剛才那樣 翻轉頭斜斜地搞定 裝回去 這一種功用的頭 這樣按 轉頭給你看看 其實寶馬都是這樣做的 其實你現在這些功用頭 修改都是 一樣是攝著毛巾 但是要留意 不是部部車都好像Texter 有一個叫做水泊的修模式 我建議大家留意著頭感 真的不要太大力拔起它 因為很多客人都試過 很多朋友都試過 一拉起就弄回頭感 和弄回水泊 OK 一樣道理 我們先攝住這個位置 然後就拿起一點夠 夠了 又是按一按按按鍵 斜一點水泊 向後拔出來 接著就已經可以整條拔出來更換 好了 裝回去同一樣 你當然要拔開一點扣 然後就斜一點進去 然後放回去 同樣道理 小心點 各個位 這樣就可以了 但是都有一些情況下 有些車 例如Benz 是用它自己的頭 而且它是用整個組件 這個就未必是每個人都會作用 如果我扣力是不懂的話 記住問相關的主業別人士 怎樣換 如果你懂得換的話 自己一年記住換一次 因為不換的話 其實水泊膠 無論如何都會有損耗